刚刚讲的理由 苏民长 你没当过公务员是不是 你没当过政府官是不是 讲了两个理由 你是中文听不懂还是 你会中文听不懂是不是 所有单位都有参加 兰伟这民众气到大骂 总统府副秘书长施可和 听不懂中文 因为秘书长陈菊没来 国民党立委不满意 陈菊秘书长为什么不来 理由是什么 你先打电话给他 我希望他来 立法院财委会审查的是 总统府思业案 要求府秘书长列席 但按照宪政惯例 陈菊根本不用到 宪法征修条文规定 要对立法院负责的是行政院 总统府秘书长 只有在审查总统府预算或法案时 才需要出席 回顾过去 马政府时期的前秘书长 杨靖天和曾永泉 也曾经因为同样原因 请假没到立院被询 总统府秘书长杨靖天 以及国安会秘书长袁建生 这两位请假 他们说是因为宪政惯例 是要对立法院负责的是行政院 不是总统府 2013年广大新渔船案 立委要求秘书长杨靖天报告 杨靖天请假 同年11月 甘比亚跟我国断交 当时的秘书长曾永泉也请假 杨靖天秘书长 曾永泉秘书长有两次 我记得是跟某一国断交 然后另外一个也是有什么议案的时候 不是不来是来了以后就乱了套 立法院的职责本来就是监督行政院 不是总统府 马政府也有潜力 现在朝野互换 陈菊却被篮尾炮轰 不免让人质疑 双重标准 三立新闻潘金华许敏娟 台北采访报道